字幕 李 non Ca Pur m 大家都 freeze to be a hastily 大家好 今晚是2023年10月10日 又一次造成既成事实,掠下了这么多个人 然后愿意谈判停火地说 同样地,俄老进入了这个乌冬之后 这个地方是我的了,不如就地停火吧 中国的方案真的无敌 永远都是站在这个侵略者的一方 这里就不开这么多集了 一集过,一口气都说了他 从来,即是现在的巴勒斯坦组织 他跟北爱那时候的IRA差不多 不停地发动这个对平民的袭击 因为为什么呢?不够政府军打嘛 所以你无得比拟的 他们的针对对象是一个极大规模的反社会人格行为 完全是对手无穿铁的平民作出这个伤害 对抗的不是强者 尤其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 那些小孩困在笼里面,饭尽天调啊 那有些人就...我不知道啦 原来他说中国人都是无心的 因为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他们就撈乱了 都是巴铁兄弟嘛 走出来撑 据我说就不是 可能他们觉得以色列和美国是亲近的 那所以以色列岭野的时候呢 那他们就抛罗、打鼓、拍手掌 那但是你只是说是民众的意思吗? 那又错的哦 因为你见到中俄的声明都非常之曖昧 在联合国那里阻挡有党 不是啦 你不要谴责这个巴勒斯坦 完全是站在这个屠杀人民的一方的哦 属正属邪啊 还不需要去分辨 那就惨啦 因为这些就叫做弱之智者 弱之智者 比较上弱的一些智力人 为什么呢? 孔子宏 知此近乎俑 甚至乎是懦夫 要找懦夫救星搞搞他 这个万子讲 智的开端就是是非之心 是非之心你要先懂得分先 分到是是非非 其后才是二的开端 也就是收户之心 你知道错你不要做 但如果连是非之心都没有的时候呢 喏 万子讲的不是我讲的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哦 他说空中非人啊 不是那些非人 直接说是人禽之变 他已经没有了一个分界 最讽刺当然就是人家和平歌舞会的时候发动袭击啦 似乎 就不知道是不是活该啦 鼓吹和平的人士 结果反而遭到这个 算不算是和平的屠禄之手啊 那没有的 要实施和平 要令世界完全和平 可能就是要将这帮假和平的分子殲滅 为什么假和平呢 顾色养奸 养狼狗 咬心口 那到最后就现眼部咯 好讽刺的咯 甚至乎啊 打土豪分田地的那帮人 于今何在啊 在地底里变了泥啦 只不过是暂时托管者而已嘛 收好那些地主财啦 然后就一次性收割 大哥 人家那帮叔父阿公 谈好了怎么分的 怎么会分给你呢 你只不过是做马仔的而已嘛 自从这个哈马斯组织 叫他哈迪斯好过是吧 冥王来的 哈迪斯的组织啊 实施了这些完全没有底线的孔杂之后呢 以色列目前 即是各地的以色列人啊 都纷纷啊 没得相比的哈 因为他们回去的时候呢 就可以武装起来 目前已经集结了三十万大军 啊 跟着哈马斯竟然说愿意谈判停火哦 软硬兼施 一方面呢 就说愿意啊 接受一些条件啊 各样那些啊 还有条件 打到希巴兰啦 第二样东西啦 又说如果你不同意的时候呢 啊 这个就是之前为什么要这样做啦 老了的人质 那么就逐次清理 那我不知道啦 好似普京这些残暴者啊 当时莫斯科歌剧院呢 他由于不接受那个处理方法 于是乎就将人质 啊 无所谓的人质的 在普京眼中 以及占领着歌剧院的武装组织 一次过殲灭 即是转转那些人质呢 第一样东西 在普京眼中 他们只是一堆肉啦 第二样东西 那帮武装组织啊 挟持住的人质以为有用 结果停住在歌剧院那里 被普京殲灭 那不知是 那些人质是人质 这些武装组织是人质啦 但是西方国家 没有普京那么狠的嘛 到底又会不会停下来 有得谈呢 那就不知道啦 我们以前经常说 秦国是虎狼之师 但是今时今日那些呢 虎狼之师你只是 走过去攻略 奸人努略的嘛 今时今日那些不是的哦 他懂得退的哦 就是做完坏东西啦 又退一退 嗯我改你 石坚认错这款 哇原来 一只二只都是石坚来的哦 就无关乎啊 有那么多西方国家的人士都愿意 接受他们和谈的条件各样啦 啊西方包容度很高的嘛 你说他就相信的啦嘛 我们改啦 啊石坚跟你说 我们改啦 接着黄飞鸿师傅 好了既然你改 我就放过你啦 那么今次一样的就可能 那话说哈马斯对于 所有的政治对话 都持开放的态度 那么殲灭你的政治对话呢 那就不清楚了 目前这件事情呢 你都可以说是很讽刺的 以色列就说 要全面围堵这个加沙地带 不给电 不给食 不给油 去反击这个哈马斯 那你就会问一句 啊原来你一直在给电 啊给食物 又给油的 去瞒助他们的 如果不是 你不会有这个 说法的嘛 是吧 你不是特区政府哦 特区政府那些说什么呀 国际通緝令 我们要通緝你归案 他们在外国哦 那他们不回来 那怎么呀 桂华先生 啊 其实都没什么可以做到的 我们尽力了 那你就不要说啦 因为权都不在你那里 你不是跨域管治权 你是跨大管治权嘛 但是以色列不是哦 原来一直供电供水的 这仰狼狗咬心口的行为实在可笑 那目前呢 内塔利亚湖已经在全国电视那里做了演说了 他说敌人希望战争 以色列就会令对方求仁得仁 目前已经发现 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分隔到平民啦 但是至少肯定是哈马斯战斗人员呢 就已经殲滅了1500个啦 那看一下他又几有决心啦 其实西方国家呢 又会走过去拉下他 不是呢 不需要那么狠的 他们都很惨的 你看下 那讲下加沙地大啦 加沙地大的人口230万 长年处于和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80%的人口是依赖这个人道门座去过活的 那加沙地大的领空和海岸线呢 一直都是要这个以色列手肯才可以进入 就是说权在他手的嘛 那既然如此啦 就就是说一路他都OK的哦 这件事没有反对的哦 那我说问一句 全球的粮食出口啊 大部分都在乌克兰那里啦 乌克兰是全球的粮仓来的嘛 而他在奥德萨那里 要经黑海那里出口粮草的时候 普京有没有考虑过 外国世界是需要这堆粮食的呢 没有啊嘛 所谓的人道门座的这堆粮食 你说普京会不会听呢 他照炸了你的船的哦 对他来说 你就是一堆肉 那但是 对于恐怖分子的领地啊 啊 你进了多少的人道门座都好 有多少是去到平民百姓的身上呢 他照样挟持你那些这样的人道门座的哦 脱了去的哦 经常说 巴勒斯坦地带里面 那些人民生活困苦啊 各样 不是以色列造成的啊 进了这么多的资源进去啊 你会问一句的就是 巴勒斯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火箭炮 但是就不够粮食的呢 和中共一样了 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资源呢 但是人民生活依然是这么困苦的呢 因为无论任何的门座都好 你欧盟啊 美国啊 不断输钱啊 给那些中国人啊 巴勒斯坦人什么都好 到最后都是会由恐怖分子所劫持的嘛 那你给他好还是不给他好呢 还有又是拿来衰的 那这里啊 以方宣布全面封锁加沙地带之后呢 无数居民 你不是那里几百万啊 什么无数呢 麻烦改改再讲过 那些外媒又是乱来的 那饱受这个断电 互联网连线中断之苦 还会面对基本粮食 和饮水短缺的说 类似的说话 其实蓬佩奥都讲过的 是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的嘛 所以即使以色列有很多的人质 在对方手上几百个都 但是你和他谈判都没用的 你又只会令到更加多的伤亡 所以激敌以之啊 最重要的是将巴解组织 那里面啊 所有那些武装分子 完全殲滅 那没有 必定是会 即使国际谴责都好 必定有和事佬走出来的 不是engagement policy好 都是要谈判解决的 那以色列的五大民国 美英法得二 已经联名地谴责哈马斯 形容这个是海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行径 那没有的 你一直污息 然后引致这些这样的事件 那你今时今日 其实是谴责自己造成的祸患 而参议院的书物 美国啊 也都觉得 中国不去谴责这个巴勒斯坦呢 是令人非常失望的行为 哦 他令你失望那怎样呢 So what 不是几好咯 那我们谈回生意啦 贪钱 这些就叫建利忘义 所以很多的网民呢 就送这个以色列八只字 因为以色列向中共喊话那样说嘛 网民对以色列的喊话就是 八只大字 相信共匪 全家造鬼 阿几亚运又 好过东方那些 网民 发表评论就指 哇这些人 到底在想着什么 现在都没认清北京的真面目 乌克兰呢 等到北京 谴责俄罗斯嘛 等不到嘛 被人出卖了 还要帮人数钱 这些事本来北京就在背后策画的啦 阿以色列麻烦醒醒啊 你说他会不会醒呢 不会醒的 有人民币的乡气 有和侍佬的 恩哥燕武 南金王的嘛 那所以南奴女鸡子 可待今次还不是南奴女鸡 你以色列可以说是美国的一个缩影的 将来美国都会是这样 你不停地资助这个 不是巴解 是中解 不停资助中共 给到最后帝使 没人会可怜你的其实 那结果啦 就唯有在联合国那里诉苦的 10月8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 就出示以色列公民被哈马斯找走的图片 讲到啦 这些都是战争罪行 是明目张胆 是有证据的 必须要予以谴责 但是这个谴责 原本就想在联合国那里呢 一起联合去谴责这件事 结果被中国和俄罗斯挡了下来 那你说以色列人会不会有看法呢 其实都没什么看法的 被人挡了就挡了啦 以色列人的包容度是很高的 你想一下 供电供水供油 原来他有权不给的哦 似乎欧美世界呢 养狼狗咬胸口这件事 是他们的嗜好 是built in the blood的 既然是born blood 写了DNA里面 农夫与蛇 很喜欢资助条蛇去咬自己胸口的时候呢 没得搞的这件事 尤其啦 大家又看一下文宣哦 中共从来都没有将这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 列作恐怖组织的 一直对外宣称 这个是记住这个字 叫做抵抗组织 OK 是抵抗组织来的 而中共一直和以色列都挺好生意谈的 原因就是因为 以色列经常 甚至2019年大家还记得哦 Apple手机怎样被破译的 是以色列的技术来的 以色列一直都愿意向中共转让技术 包括军事技术 那其后当然就脱走了 哦原来你做些这样的事的 你第一天认识他呀 他真是第一天认识的 不是呀 认识了几十年了 都是第一天认识的 因为你没有大眼认识人嘛 所以反而海内外的华人 就是最清醒的哦 在X那里就发表评论 他就说哈马斯呢 就只不过是巴勒斯坦的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中国的哈马斯 哇大家真是记住这句呀 好精辟 这句是获得最多留言赚好数量的 哈马斯就是巴勒斯坦的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中国的哈马斯 那另外最多人点赚的 当然就是那八直大字啦 相信共匪 全家造鬼 那但是中共是不会明确表态的 就只会去正经白白的 跟你讲什么不是几好的 对平民各样的 这样跟着下次又来了 然后不是几好的 不过他不会同一个地方 先是乌国 谈谈又打打 这些就是拖刀计 因为在一个地方玩烂了 就没得玩的了嘛 先是乌国 那之后呢 就来过朝鲜 那跟着呢 就来过 多富汗 然后呢 就来个巴解 问你 屎尾 如果你有看世界地图的话 一带一路 再加上这个中国俄罗斯各样 围住了整个大陆板块 目前其实已经占了半边天的了 有人就说哈马斯玩大了 现在想收回 那他想不想收回都好 他的最大金主 也就是阿拉伯里面的卡达 目前就已经派了人 去向这个哈马斯磋商 要求他们释放那些人 包括妇女和小孩 那对于哈马斯来说 当然是不肯的 原因 放了 就没东西握手了 对他来说 是一个两难 因为卡达是他金主来的嘛 透过卖这个石油 卡达赚取了无算的金钱 再简单说一句了 你要想的就是 到底巴勒斯坦一个这么穷的地方 那些人不会因为人道之门 然后可以获得这么多火箭炮的嘛 那你必定是有幕后的金主的 卡达当然是其中之一 但是讲技术的 都是由伊朗那里获得技术 甚至乎 连以色列的天穷都可以破 为什么伊朗是最大嫌疑 因为伊朗对以色列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原因是因为他们比较穷 卡达沙特阿拉伯那些 都还可以和以色列那边有关系正常化 就是买一下石油交易 是可以的 就算宗教不一样都好 但是一讲到伊朗的时候就另一回事了 穷就靠一个字的 抢 以色列人的灾结 全部都是由这个西方国家的 虚净政策所造成 毋庸之疑 目前以色列方面的反击信息是这样的 集结30万大军 极有机会就会由这个地面进攻 目前的情报高官就不会透露自己的计划你听的 所以只能够由这个前情报高官那里获得信息 以色列前情报高官就说到 要消灭哈马斯 除了地面进攻之外是别无选择的 但是地面进攻 就必定是比空中轰炸各样的代价更加严重 除非你想将它全面殲灭 这样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用到飞弹 对于内塔尼亚湖来说 这件反而不是坏事 趁着国家危难之制 它就可以呼吁团结 那以色列人这一刻的而且确是很团结的 你有多强硬 他们就有多团结 对于中国和俄罗斯来说 就已经得手了 因为美国已经派了一个战斗群 拿走了过去这个以色列那里 的而且确是分拨了 无论是台海方面 以及乌克兰方面的力量的 有幸的就是 你不会因为这样 然后见到扎连斯基会退的哦 扎连斯基都是会谴责这些这样的行为 你最多就只能够令到 这个反攻呢慢一点都没办法 对于乌克兰来说 这个当然是不理想啦 因为共和党那班人就会 不停扯后腿 不可以这样的哦 你不停批款给他 事实上 维山九印就功亏一跪 你现在不给钱 日子就要给更加多的钱 现在以色列的而且确要令他给更加多的钱啦 又一条新的战线出现的时候啊 那今次的金主是犹太人哦 你共和党又会不会挡住这个以色列的金门呢 那另一样东西就是同这个以色列计下数 并不是说他今时今日的反击是错误的哈 只不过他今时今日的反击啊 都是要数回去自己当日啊 给了些什么人 养狼狗啊咬心口啊 等同以往几多的国家 日本都是的啊 不停的甘门这个中国 什么developing country 一个字这样害死人啊 developing的意思是他的脑袋啊 发展中啊大佬 你给一个未成熟的人 管有这么多的金钱 他拿来发展的是什么呢 恐怖科技 那么话说 以色列其实多年来呢 就向中共转让了很多的高科技 甚至乎包括美国禁运的高端军事科技 那么结果啦 今时今日就遭到这个巴勒斯坦的破局 你又要想下怎样来哦 在伊朗那里招回来 伊朗那些军备又哪里来的呢 那没有的 你数数数数数数 最后那个big boss 就在北京 但是由于呢 你幕后黑手数一层的而已 嗯 哈马斯 一定有人资助 谁 哦伊朗 你不会问下去了 原来问题就只有一层 那伊朗的钱哪里的啊 不会问下去的哦 那些人是不会深究的 那所以我们经常说 八足之虫 只宜不疆 永远都没可能和平 就是因为这样的 除了华为资助这个伊朗之外呢 中国的公司啊 一直都有向伊朗那里提供西方产品的复帝品 你有没有想过伊朗可以做到无人机才行的啊 你今时今日在俄乌战场上面用的就是那些无人机 那中共给伊朗的无人机技术又哪里的呢 撕成至以色列的哈比反复射字队式无人机 还有飞弹 所谓清出于男性于男啊 还做了一定程度的逆向复制 而中国里面的民企很多都可以借鉴到这个哈比的气动外形布局 做到一些新型号的无人机 那你民企做到了 有机会经过香港啦 总之一个个货柜这样 你查不到的时候总有漏网之余 就去了伊朗的手上 然后再由伊朗啊 再交给这些这样的组织啦 又例如千十 千十就是由以色列幼斯的这个模板上面建造的圆形机 那没有的 站在以色列的立场啊 他都发展了这么多的军事科技啦 让一点点被人赚钱不好吗 可以成为中东里面的一个富裕国家 算是啦 虽然没有卡达那些那么富贵 那但是人家只要数量够多 那比如发五千枚的火箭炮啊 就可以破到你最先进的铁窮系统 那你发展多少都没用啦 目前对于以色列会否进行这个地面掃蕩呢 都是传疑的 因为西方国家总会有人说 支持这个巴勒斯坦 支持屠杀这个平民 但是就不会讲到那么直白 他们的口号是和平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